字幕字幕提供 那就是這四款望遠鏡 那就是這四款望遠鏡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做工啊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測試這四款 看看哪一款是最棒最符合你的需求的呢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看這四款望遠鏡 然後來挑選一支 那今天我們就要來看這四款望遠鏡 然後來挑選一支我覺得最棒的望遠鏡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就是這四款望遠鏡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挑選一支我覺得最棒的望遠鏡 就是這四款望遠鏡 那今天我就會來挑選一支最棒的望遠鏡 最符合我需求 那今天呢我們就要來挑選一支 那就是這四款望遠鏡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挑選一支 最棒的雙筒望遠鏡 那就是這四款望遠鏡 那今天呢我們就要來挑選一支我覺得最棒 最符合我需求的望遠鏡 那就是這四款望遠鏡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測試 就是這四款望遠鏡 那今天呢我們就要來挑選一支我覺得最棒的雙筒望遠鏡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稍微分享一下規格怎麼看 像是這一款是8到24倍 然後鏡片大小是25 所以前面是倍率 然後後面是鏡片大小 所以像是這一款 8到18 然後42 那它的鏡片就會比較大 所以看起來整個包裝也比較大 那這兩款就是規格一模一樣 那這一款變焦距離 稍微短一點點 鏡片也小了一點點 那我們稍微分享一下鏡片 那稍微分享一下規格怎麼看 那稍微看一下 那我們稍微分享一下 我們鏡 稍微分享一下望遠鏡規格怎麼看 像是這樣子 8到24就是8倍到24倍 25是鏡片大小 所以像是這一款 42 那就是鏡片大小特別的大 那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什麼差 待會我們就來測試一下 所以這兩款的規格是一模一樣的 這一款變焦跟鏡片大小都比較小一點點 可能是走輕量化路線 那這一款就是巨無霸 然後又有一個還OK的變焦距離 沒關係我們就來實際用一用看吧 我們先來開箱 好嗎 我們稍微分享一下外遠鏡的規格 像是前面8-24是倍率,後面的25就是放大了 稍微分享一下雙頭望遠鏡的規格 稍微分享一下望遠鏡的規格 我們前面有寫8-24就是倍率,後面的25就是鏡片大小 所以像是這款42的鏡片大小特別大 我們就直接開箱跟大家分享一下 稍微分享一下望遠鏡的規格 前面的8-24就是放大倍率,後面的25就是鏡片大小 所以像是這款42就是鏡片特別大 講那麼多我們就直接來開箱跟大家分享一下 稍微分享一下望遠鏡的規格怎麼看 稍微分享一下望遠鏡的規格怎麼看 像是這一款8-24就是放大倍率,8-24倍 25是鏡片的大小 所以像是這款42它的鏡片就特別大 所以整個望遠鏡看起來就特別大 不知道有沒有特別好呢 沒關係我們就直接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規格怎麼看 像是這一款8-24就是8-24的望遠鏡 然後25是鏡片的大小 所以像是這款42它的鏡片就特別大 不知道有沒有特別好呢 然後我們就開箱就知道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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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